12月20日上午,叶挺长子,中共原国防科工委科学技术委员会副主任叶正大的遗体送别仪式,在北京八宝山并以广东礼堂许行。 据陆媒报道,记者现场看到送来婉联和花圈表示哀悼的有中共现任政治局常委习近平、李克强和网界政治局常委胡锦涛、于正生、李鹏等五人。 政治局委员、广东省委书记李希、军委副主席许齐亮、张又霞、军事委员会委员魏凤和、李作成、苗华、张生民、常万全、也均送来婉联和花圈。 据悉,聂荣真之女聂立、朱德外孙刘健、罗清长之子罗元、大将肃与女儿肃辉宁、陈庚大江之子陈之健、王若飞孙子王强等前往现场送别。 另外,还有一批红二代也送来了婉联和花圈。 叶正大、叶挺长子、广东会洋人。 12月14日晚在北京逝世,终年91岁。 本次一体告别仪式上,中共前党魁江泽民再度缺席送花圈和婉联的名单中。 而江泽民的老对头胡锦涛再次与习近平、李克强一起露面。 习近平上任后,仍梦想继续充当太上皇的江泽民缺席这样的高层名单已成常态, 而长期被江架空的胡锦涛却频频频与习近平等现任常委一起露面。 如在中共十九大召开前,即从7月30日至8月24日, 习近平、胡锦涛等人都向大陆科学家柯骏、水稻生物学家朱英国、 原清华大学副书记刘斌、原中共中够委委员安志文的遗体, 送了花圈或网联,但江泽民接连四次缺席。 外界普遍认为,好处风透的江泽民是被缺席这样的高层露面名单。 因为江泽民2015年初曾携带一家三代爬上了海南岛的东山岭, 还对陪同的时任海南省委书记罗宝明兴致勃勃地说, 要大力宣传。东山岭,他回北京也会宣传。 但还没等到江泽民回北京,他爬东山岭的消息, 见诸报端不久就被大陆媒体全面封杀。 随后这几年,除了中共的重大事件,如2015年的北京阅兵一事, 中共十九大外,江泽民先少露面。值得一提的是, 今年10月18日的中共十九大开幕式上,除江泽民的铁杆罗干位露面外, 中共现任,网界高层都露面了。央视现场直播画面显示, 虽然江泽民出席了中共十九大开幕式,但却遭到了冷遇。 习近平做完十九大报告,回到座位前,首先与左手边胡锦涛握手, 央视也习与他两人定格式的大特写,但习与江握手时, 江的画面完全被摄影师遮挡住看不见人。 习近平坐下后,他和胡锦涛谈笑风声,笑容满面。 但官媒画面没有显示习与江有交谈。 开幕式结束后,习近平非常热络地与胡锦涛握手寒暄告别, 而在其转身时,江泽民伸出手来等待与其握手, 习虽然也与江相握,但眼神没有交流, 随后习近平未做任何停留就扬长而去。 北京盘华等系列行动危及民生,引发海内外民愤, 甚至有声音要求市委书记蔡奇辞职。 不过,除了有消息称其内部检讨之外,蔡奇安然无恙。 港媒评论只遭舆论谴责的官员反受体制保护, 暴露中共与人民,与普世价值为敌的本质。 12月18日,自由亚洲引述未经证实的消息指, 北京驱逐低端群体引爆舆论, 北京最高官员也在党内做了检讨。 这是唯一一个有关蔡奇遭处分的报道。 香港《明报》19日评论文章称, 近日对北京市当局的批评不绝于耳, 但蔡奇似乎并未受影响, 仍在公开场合频频露面。 文章分析原因指, 民意并不能衡量中共官员的视图掌握, 特别是舆论一边倒时, 有时反而会帮当事官员的忙。 因为中共体制习惯于对外部舆论时高度敌意, 总是以阴谋论来看待, 对境内舆论也同样警惕。 因此,遭遇敌人反对的的官员, 往往反而受体制保护而逢凶化吉。 除了政治战错队, 中共官场显有人因民怨落马。 文章举例说, 2010年中共养会上, 时任湖北省省长李鸿州遭遇大陆记者追问敏感话题, 竟抢走记者的录音笔, 酿成重大事件, 海内外媒体人曾连署要求罢免他, 但他安然无恙, 7年后还晋升政治局委员。 2010年底, 上海教师公寓大火造成58人死亡, 被揭发使用违规建筑材料, 当局监管不力, 但时任上海书记于政生和市长韩正豪发无损, 两年后双双升官。 2011年的温州动车事故, 酿成40死172伤, 但时任铁道部部长盛光组也未被追责, 而是由已落马半年的原部长刘志军顶罪。 文章还说, 中共官场也发生过所谓追责事件, 但当时官员尹就辞职后, 大多调职继续当官。 比如, 1988年昆明往上海的特快列车事故, 造成88死200多人伤, 其中包括60多名日本中学生, 事件轰动中外, 时任铁道部长丁关根尹就辞职, 不久就出任国台办主任, 中央统战部长, 最后官至政治局委员兼中宣部部长。 因萨斯疫情辞职的北京市长孟学农, 因黑专闭事件卸任的山西省省长余佑军, 事后也都照样当官升官。 时政评论员唐靖元表示, 港媒这个板子直接打到了中共体制身上。 这种逆向淘汰是中共邪教特征之一, 凡是与民为敌者, 与民主法治为敌者, 几乎一概升迁, 拖振就是一个典型。 所以, 有些官员看到这点, 甚至故意刺激民众底线, 形成负面舆论, 反而有利试图。 这充分说明了中共体制的反人类, 反社会本质。 2013年元旦期间, 时任广东省宣传部长 妥振亲自操刀, 将改言报纸南方周末的新年献词, 《中国梦》、《宪政梦》, 删改的面目全非, 酿成一起重大政治丑闻, 引发海内外媒体人集体抗议。 事后, 主管中宣系统的刘云山 将拖振提拔为中宣部副部长。 中共军队大规模改革已开展两年。 18日, 大陆官媒披露了此轮军改脖子以下改革内幕。 截至目前, 已经有200多个中共军队正十级以上的机构被裁, 人员兴减三分之一, 数百名将军调整岗位。 12月18日, 大陆官媒刊文称, 截至目前, 中共军队正十级以上机构减少200多个, 人员兴减三分之一。 此外, 中共军队全军团以上建制单位机关减少1000多个, 非战斗机构限议员额压减近一半, 军官数量减少30%。 数百名将军调整岗位。 这是习近平在两年时间内, 对军队进行的大规模调整。 此轮军改分两个阶段, 从2015年底到2016年底, 主要聚焦脖子以上的改革, 即主要改革高层领导指挥体系和大脑中枢机关。 去年底, 中央军委召开军队规模结构和力量编程改革工作会议, 部署脖子以下的改革, 即中层和基层军事单位。 改革后, 陆军战权军总员额比例下降到50%以下。 近日, 中共军报披露, 中共陆军员集团军主观全部换岗, 90%单子成员交流任职。 12月15日, 中共军方内部人士对媒体透露, 武警部队将由80万人减少到40万人, 其所属的机动师目前已经全部裁撤。 自2018年1月1日开始按照新编制运行。 分析指, 军队是中共前党魁江泽民集团 对习近平进行政变夺权的主要依仗。 在将执政时, 为了把控军权, 晋升将军成为将拉拢军头的一种手段, 将还放任军队腐败。 江泽民退下后, 其亲信郭伯雄, 徐才厚架空胡锦涛, 在军中卖官毕决, 提拔了大批高级军官以及一批师团级军官。 中共十八大后, 习近平通过反腐打虎拿下了包括郭伯雄, 徐才厚等50多名军老虎。 同时, 习当局推动军队改革, 进一步清洗国, 徐队军队的影响。 时政评论员夏小强认为, 习近平利用军改大规模更换集团军主观, 其目的主要是打乱昔日江泽民集团在军队的布局, 防止江集团可能发起的军事政变。 不过, 夏小强也指, 在江市集团与习近平激烈政治博弈的背景下, 在江泽民仍然没有被抓捕的情况下, 在中共现行体制下, 军队的主要任务还是对内不对外, 更多的时候是权斗的工具, 至于捍卫领土, 保卫国家安全的职责, 就要放到次要位置了。 中共最高检11日宣布, 重庆市委前书记孙政才被立案侦查。 孙是江泽民指定的中共接班人。 12日港媒披露, 19大前, 孙认为排在前面的接班人选胡春华是团派, 已失去竞争力, 自己才是未来第一人, 因此最新于拉帮派见班底, 引发高层警惕被整肃。 12月11日, 中共最高检察院公布, 经审查决定, 对第18届中央政治局原委员, 重庆市委员书记孙政才, 以涉嫌受贿罪利案侦查, 并采取强制措施, 案件侦查工作正在进行中。 中共人大常委会11月4日发布公告, 孙政才的全国人大代表资格被终止。 19大前的7月15日, 孙政才被免职, 7月24日被调查。 19大之后, 习近平当局多次公开点名孙政才, 薄熙来, 钟永康, 令计划, 局财后, 郭伯雄6人, 既巨贪又巨负阴谋创党夺权。 12月12日, 香港东网刊发评论称, 名演员都知道孙政才最大的问题, 其实是政治立场问题。 官媒将其与周永康, 令计划这些政治阴谋家放在一起, 已经说明他的致命要害是阴谋创党夺权, 所以他被查处时, 官方宣布削除了一个重大政治隐患。 评论称, 而19大前, 孙政才认为原本排在自己前面的胡春华, 应令计划等人出身团派, 以失去竞争力, 孙更认为自己可以成为未来第一人。 因此, 孙无心于重庆市的改革发展, 反而最心于拉帮派建班底, 到处许诺, 拉拢北京不少部门到重庆行业开会, 吸引各方关注, 为其政绩鼓语呼。 但这些活动反而引起了高层的警惕, 最终使孙政才在19大前被整肃。 孙政才被指示将派代员贾庆林、 刘琦、曾庆红先后提拔, 培职的人马, 也是江泽民指定的中共接班人。 大陆体制内专家辛子凌曾披露, 重庆被江派两次选中作为基地, 第一次使薄熙来企图发动政变推翻习近平, 第二次曾庆红又安排孙政才在重庆, 希望他若干年后能起作用, 这些阴谋都被习近平揭破了。 东网评论说, 孙政才作为18大权力的接班人选之一, 按理稳扎稳打便可上位, 但他急于求成, 机关算尽反悟了轻轻小命。 最关键的是, 孙政才明知身处众目睽睽之下, 生活仍不检点, 不仅大肆行贿受贿, 还被曝出包二乃养情妇生死生死。 此前有报料称, 孙政才与袁佩胡颖玉有一女。 孙大概以为再过几年就要接班成为中共第六代储君, 没有儿子始终遗憾, 于是在其心腹, 原重庆公安局长和挺的安排下, 与多个情妇分别遇有多名私生死。 东网评论认为, 孙政才之所以如此急于求成, 与其仕途顺利有密切关系。 他39岁时游学入室, 历任北京顺义区委书记、 市委常委、 秘书长、 农业部长、 吉林省委书记、 重庆市委书记, 自认为中央, 地方都干过, 认识的劳领导多, 遂有恃无恐地追求最高权力。 香港南华早报12月1日报道, 王岐山虽然已经现任政治局常委, 但习近平仍会给他安排政治角色, 希望他继续发挥政治影响力。 目前, 王岐山仍然享有出席政治局常委会的特权。 报道引述数个消息原指, 王岐山预计将在明年3月的中共两会出任国家副主席。 报道引述分析称, 王岐山虽然依从七上八下前规则退出中共领导层, 但习近平依然希望加强政治的稳定性和延续性。 王岐山退而不休, 透出反腐运动压力不减的信号。 对于王岐山出席常委会, 上海的政治学家陈道银分析说, 王岐山已经不是政治局常委, 他很可能没有投票权, 但是他会以元老或者顾问的身份发言。 报道称, 非政治局常委出席常委会, 打破了近年来的惯例, 但不是没有先例。 1980年代, 杨尚昆就曾以政治局委员的身份出席政治局常委会。 而非政治局成员出任国家副主席, 也有王震和荣毅人的先例。 中共体制下, 国家副主席只是出席外交场合的礼仪性角色, 但当年实权人物胡锦涛、 曾庆红和习近平也曾先后兼任副主席, 令该职务的分量一度有变。 但随着中共十八大后李元豪的继任, 副主席又恢复成花平式职位。 如果王岐山出任副主席, 其角色必将再次改变。 11月28日和29日, 总部设在北京的海外党媒多维网接连刊文, 总结王岐山的经济角色和外交经历, 并表示习近平需要一位精通经贸的心腹, 专门负责应对中美外交棘手议题。 这些文章被认为是替王岐山出任国家副主席吹风造势。 此前已有多方消息时, 王岐山可能在明年三月解体李元朝, 出任国家副主席。 甚至有台媒引述内部消息称, 中共人大常委会已为此出台提案, 做出过度性安排。 11月, 美国总统川普访问北京时, 王岐山出席了欢迎晚宴, 而尚未正式卸任的李元朝却罕见缺席, 似乎增加了这个过度性安排的真实性。 强责的官员反受体制保护, 暴露中共与人民, 与普世价值为敌的本质。 12月18日, 自由亚洲引述未经证实的消息是, 北京驱逐低端巡题引爆舆论, 北京最高官员也在党内做了检讨。 这是唯一一个有关蔡奇遭处分的报道。 香港明报19日评论文章称, 近日对北京市当局的批评不绝于耳, 但蔡奇似乎并未受影响, 仍在公开场合频频露面。 文章分析原因指, 民意并不能衡量中共官员的试图掌握, 特别是舆论一边倒时, 有时反而会帮当事官员的忙。 因为中共体制习惯于对外部舆论时高度敌意, 总是以阴谋论来看待, 对境内舆论也同样警惕。 因此, 遭遇敌人反对的官员, 往往反而受体制保护而逢凶化及。 除了政治战错队, 中共官场嫌有人因民怨落马。 文章举例说, 2010年中共两会上, 时任湖北省省长李鸿舟遭遇大陆记者追问敏感话题, 竟抢走记者的录音笔, 酿成重大事件, 还内外媒体人曾连署要求罢免他, 但他安然无恙, 7年后还晋升政治局委员。 2010年底, 上海教师公寓大火造成58人死亡, 被揭发使用违规建筑材料, 当局监管不力, 但时任上海书记于政省和市长韩正豪发无损, 两年后双双升官。 2011年的温州动车事故, 酿成40死172伤, 但时任铁道部部长盛光组也未被追责, 而是由已落马半年的原部长刘志军顶罪。 文章还说, 中共官场也发生过所谓追责事件, 但当事官员引就此之后, 大多调职继续当官。 比如, 1988年昆明往上海的特快列车事故, 造成88死200多人伤, 其中包括60多名日本中学生, 事件轰动中外, 时任铁道部长丁关根引就辞职, 不久就出任国台办主任, 中央统战部长, 最后官至政治局委员兼中宣部部长。 因萨斯疫情辞职的北京市长孟学农, 因黑专闭事件卸任的山西省省长余右军, 事后也都照样当官升官。 时政评论员唐靖元表示, 港媒这个板子只已露面。 习近平上任后, 仍梦想继续充当太上皇的江泽民缺席这样的高层名单已成常态, 而长期被江架空的胡锦涛却频频与习近平等现任常委一起露面。 如在中共十九大召开前, 即从7月30日至8月24日, 习近平、胡锦涛等人都向大陆科学家柯俊, 水稻生物学家朱英国, 原清华大学副书记刘冰, 原中共中够委委员安志文的遗体, 送了花圈或网联, 但江泽民接连四次缺席。 外界普遍认为, 好出风透的江泽民是被缺席这样的高层露面名单。 因为江泽民2015年初曾携带一家三代爬上了海南岛的东山岭, 还对陪同的时任海南省委书记罗宝明兴致勃勃地说, 要大力宣传。 东山岭, 他回北京也会宣传。 但还没等到江泽民回北京, 他爬东山岭的消息建筑报端不久就被大陆媒体全面封杀。 随后这几年, 除了中共的重大事件, 如2015年的北京阅兵仪式, 中共十九大外, 江泽民先少露面。 值得一提的是, 今年10月18日的中, 12月20日上午, 叶挺长子, 中共原国房科工委科学技术委员会副主任叶正大的遗体送别仪式, 在北京八宝山并以管东礼堂取行。 据陆媒报道, 记者现场看到送来晚联和花圈表示哀悼的 有中共现任政治局常委习近平、 李克强和王界政治局常委胡锦涛、 余正生、 李鹏等五人。 政治局委员, 广东省委书记李希, 军委副主席许其亮、 张又霞, 军事委员会委员为奉合、 李作成、 苗华、 张声民、 常万全、 野军送来晚联和花圈。 据悉, 聂荣真之与聂力, 朱德外孙刘健、 罗清长之子罗元、 大将肃与女儿肃宁、 陈庚大将之子陈之剑、 王若飞孙子王强等前往现场送别。 另外, 还有一批红二代也送来了晚联和花圈。 叶正大, 叶挺长子, 广东会洋人。 12月14日晚在北京逝世, 终年91岁。 本次一体告别仪市长, 中共前党魁江泽民再度缺席送花圈和晚联的名单中。 而江泽民的老对头胡锦涛再次与习近平、 李克强一起。 中共十九大开幕式上, 除江泽民的铁杆罗干位露面外, 中共现任, 网界高层都露面了。 央视现场直播画面显示, 虽然江泽民出席了中共十九大开幕式, 但却遭到了冷遇。 习近平做完十九大报告, 回到座位前, 首先与左手边胡锦涛握手, 央视也习与他两人定格式的大特写, 但习与江握手时, 江的画面完全被摄影师遮挡住看不见人。 习近平坐下后, 他和胡锦涛谈笑风声, 笑容满面。 但官媒画面没有显示习与江有交谈。 开幕式结束后, 习近平非常热络地与胡锦涛握手寒暄告别, 而在其转身时, 江泽民伸出手来等待与其握手, 习虽然也与江相握, 但眼神没有交流, 随后习近平未做任何停留就扬长而去。 北京排华等系列行动危及民生, 引发海内外民愤, 甚至有声音要求市委书记蔡奇辞职。 不过, 除了有消息称其内部检讨之外, 蔡奇安然无恙。 港媒评论只遭舆论。